哈喽大家 今天的工作任务呢 是给他做一个称重 留下一个数据 因为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比较抢手的 如果过几天没有了 想称都没得称了 这个是一个凯莉35 Epson皮的吸气灰银扣 这个上手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 我觉得爱马仕和LV他们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他们的粉丝群 虽然肯定会有重合 但实际上我会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那就是绝对的爱马仕粉 或者绝对的路易威登粉 因为昨天那只炫彩 它的上手的分量就会非常非常轻 完全不会需要考虑 这个大包它的重量如何如何 那爱马仕的话 即便是像这样35的包包 像昨天是50的一个旅行袋 那这个35的包包的话 可能我们也要想一想 那它的重量会不会影响我购买的决定 在称重之前 我们复习一下其他包型 或者其他皮革的一些重量做一个参考 凯利28 Epsom皮 内缝的包包 655克 Lindy 30 两种皮质 一个是Swift 皮是784克 TC皮是962克 我还记得是大象灰的那只 凯利32 两点鳄鱼是820克 夏蒙尼是846克 所以我觉得Epsom皮 或者其他皮革可能跟它们接近 会比较接近 但是应该没有它们重 大概是700多克不到800克的样子 维多利亚的手提包是1041克 TC皮还是比较重的 薄金30的区间大约在776到880克 所以800克上下 那大部分是在800克上的 薄金35的重量达到了1017克到1234克的重量区间 所以薄金包看起来还是比较压秤的 我们看一下凯利35它的重量 会在哪个区间和什么样的包款会 它的自重会比较接近呢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这个包已经是裸包 里面没有放置任何的其他物品 钥匙锁我已经拿出来了 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凯利35 Epsom皮重量是1077克 所以上手的分量还是蛮重要的啊 尤其像这样 嗯它本身应该会有些内衬 让它保持这么好的形 再加上它内外全皮 嗯还是还是比较扎实的 和我们所理解的Epsom皮可能相对会轻一些 这样的感觉会还是有些反差的啊 可能多多少少外缝和内缝还是有差别 内缝的话可能更倾向于比较软 然后它里面的内衬部分 呃应该会比它少一些 所以今天的称重就是这支凯利35 呃西七辉的裸包 因为这支也是缺失了肩带 没有办法给它加到肩带了 按照之前的经验呢 凯利28加肩带 比不加肩带重量多了51克 51克啊差不多是80厘米长的肩带 如果它也是80厘米长的肩带的话 加上肩带的重量应该是1077克 再加51克 1100多克 对 OK今天的称重环节到这里了 确实挺压秤的一个啊 那其实我之前有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它的定位是那种材质感很强 我争取要用到世界上最强的那一部分皮革和那一部分 比如说五斤呢或者其他的材质 所以定位还是不同和LV LV呢它的材质是一种合成材料啊 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材料 和这种自然的皮革再加工啊 这种还是有区别的 OK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